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咱们这个管道漏水 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今天给大家发一下这个后续 咱们先给没看过上期视频的朋友 咱们讲解一下 就是这个管道呢 从咱们看到蓝色大蒙那头开始 然后一直从这边转过来 从那边房子通过去 这中间呢 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汉间孔 这是供热管道 这个供热管道呢 是去年冬天做的 很多朋友都比较好奇 那去年冬天做的 去年冬天来到没有打压测试吗 怎么会发现漏水呢 对不对 其实呢是这么回事 去年冬天做完之后呢 确实也打压测试了 你比方说今天晚上呢 住12个鸭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呢 12个鸭一动每动 状态特别好 每条管道都是这样 结果大家以为啊 这就没问题对吧 结果到了今年这个开冲之后呢 对吧 天暖了 然后去呢 突然发现有这么一根管道 对吧 它这个压力呢 竟然降下去了 这不就贵了吗 是吧 最后一口律呢 哦 一看原来是去年冬天 注水打压之后呢 这个压力表也被冻住了 所以那个指针呢 它就一动不动 当然天暖之后呢 最后咱们一看啊 这个别的管道都没问题 就这一根管道呢 有限压的情况 所以咱们就得赶紧采取措施啊 把这个管道 哎 漏点给它找到 因为人家这个路面呢 马上就要铺装了 铺装完之后你对吧 你就不可能说把这个东西全部都挖了 然后再开始弄 是不是 所以咱们不是采取了一个最简单 最有效 最直接 并且成本最低的这么一个 呃 检测方法嘛 对吧 就是咱们打捆 然后用听证去去听 看这个漏水点到底在哪里 但是经过咱们测量之后呢 发现啊 这个漏水点实在是不好听啊 不好找 所以最后考虑啊 用别的办法呢 你比方说用这个气体检测呀 或者是其他办法 这个代价太大 所以后来想着 那就直接开挖吧 找个挖掘机 然后直接开挖 这样是比较省钱的一个办法 当然了 咱们用挖掘机去挖呢 也是对吧 根据最可能发生漏点的情况下 哪些地方 比如说焊接口比较多的地方 尽可能的去考虑这些地方 而不是把所有的地方全部都挖开 对吧 哎 挖着挖着呢 咱们就找到这个漏水点了 看一下 这个漏水点 咱们现在看到它漏水点并不大 就是呈滴水状 但是其实这个漏水点 其实是比较大的 因为它里边的压强很大 这个是工艺做的太好了 你知道吗 这个防袖呀 保温呀 对吧 因为它是供热管道嘛 所以咱们工人师傅 在施工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工艺已经做得很好了 所以它滴水状 咱们用听整器去听 就很难听得出来 哎 那有的朋友可能说了 你工艺既然做得这么好 怎么会漏水呢 这里啊 我给大家讲一下 它这个漏水的原因是什么 它这个漏水的原因呢 是因为下方是冻土层 我们这边啊 去年冬天零下三十多度 所以由于咱们这个冻土成降的这个原因呢 导致这个管道啊 稍微有点裂缝了 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 不是咱们师傅的这个工艺的问题 最终呢 咱们把这个漏水点找到了 你看这水 是吧 所以根据它这个限压程度 还有咱们找到的这个漏水点 它这个漏水程度 咱们根据综合来判断的话 最后发现 应该就只有这一处漏水点 然后咱们的工人师傅呢 又进行了焊接处理 当然焊接之前呢 你得把水排了 对不对 然后再进行焊接 焊接完之后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还是打压测试 哎 打够一定的压之后呢 咱们第二天 你看 你看啊 这个压力表 它是一动不动 这次压力表没坏 它没坏 所以经过咱们打压测试之后 第二天完事之后呢 发现压力各方面都没有一点问题 然后咱们再把保温层这些都恢复 然后再进行回填 哎 这个事就解决了 谢谢